高康嗓音演唱永遠不在 這首是電視劇做工的人主題曲 原唱者動力火車 同時也擔任今年金鐘頒獎典禮的 壓軸表演 要一連演唱十首本屆入圍戲劇的歌曲 有國語 台語 還有客語 考驗金曲組合背歌詞的能力 基本上是沒有背起來 我們都是靠那個科技 算是滿熟了 只是我們還是需要看歌詞 紫妍怎麼可以少了提詞機 不過現身彩排 由秋心右手臂背著固定吊帶 原來是五時間在這個時刻來攪去 那應該很快就好了 前幾天我們練團的時候 我們的團員跟志玲就不小心就 又再拍一次 就聊一聊 志玲就不小心用拳頭 哎呦 這樣 還被顏志玲揍 有秋心哭笑不得 只是他二晚上台不能彈吉他 金鐘獎疫情期間如期舉行 對電視人來說相當振奮 但防疫可不能馬虎 今年金鐘獎防疫非常嚴格 不僅會場跟星光大道不開放觀眾入場 就連入圍者也不開放陪走 各家媒體僅限一名記者入內 星光大道的背板聯訪也改由主持人同一發問 典禮會場內才沒花作 所有參與者得實練至量體溫 繳交健康聲明書 希望金鐘獎不只是榮耀 更是典禮模範 TVBN新聞女學委 莊吉雲 配傳推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請記得按讚 好